我是梁仲恒議員和游慧晶議員 我決定是押後為兩位議員監製 現在最好決定的 我作為一個主席 應該有責任去 確保立法會的尊嚴得到保障 和宣誓過程是合乎法律要求 而且沒有說到再次宣誓不行 就沒有第三次 沒有第四次 如果是這樣解決的時候 起不上宣誓變成一個鬧劑 但如果某某人 將這個宣誓過程 用作不同政治做不同 譬如誒毀國家民族 否定現有政治體制 不尊重立法會 爭取他們的支持 這東西很敢 實際上最重要是反宣誓過程 你從我最簡單的 普通常識的角度 譬如有兩位候任議員 在宣誓過程當中 明顯沒有符合宣誓的要求 已經違反了基本法 但同時又違反了香港現行法 包括宣誓及聲明條例 包括立法會和立法會選舉的條例 又違反了他們在參選時 所簽譽的聲明 即是要擁護這個 天國的資本化和效忠 中國人民共和國章 都特別認可 從這些簡單的角度來看 這兩位候任議員 應該就沒有這個 繼續做議員的資格了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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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